大家好,我是孫運起 今天跟大家講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資產有價 一會再講一下為什麼 先講一下港股情況 今天的市場就一般 低開之後一度跌成200點 幸好其後跌幅稍微收窄 全日跌幅是129點 收21673 成交縮了550億 今天市落其中一股拖累的動力 就是來自油股 包括這個157 1.8%的跌幅 還穿上升軌 一般 與此同時近來比較強勢的內銀股 今天也要軟軟的 普遍都錄得1%左右的跌幅 包括這個中行跌0.9 令市場就增加100點 又增加了 今天市場回落 某程度來說 意料之內 因為升了6天 今天回一回很正常 後市怎麼看呢 估計可能還要整顧一下 從以下方面說 首先技術方面 恆生指數 今天就回落 剛才提到成交速 本來是好事的 因為跌時成交速 股實壓力不強 不過與此同時 一門觸途就一般 因為出現一個所謂 身懷六甲的走勢 身懷六甲的高位出現 就是一個代變的情況 高位代變通常是回一回 所以繼續整顧的機會 不小的 配合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 其實整個浪來講 一直都是跑輸恆生指數 不是很確認恆生指數升勢 即使上個禮拜尾和今個禮拜初 一度升穿過這個前浪頂 或者是三角形頂部 但都站不到上去 今天就落下來 更加不要提前浪頂 一直都破不了 顯示一直都配合不到恆生指數的升勢 不確認恆生指數的升勢 在這個情況下 預料國企指數弱約地拖累之下 恆生指數可能要完全整顧 除了香港技術走勢之外 外圍形勢也都是令港股 有機會先行調整 一方面就是美國指數 美國指數這段時間 凋律下落下落下 雖然跌了一下 但是又迫上去 又迫前浪頂的阻力 那這個情況下 當然對新興市場以致港股形勢不利 畢竟每次美匯指數升 資金可能會撤出新興市場 對港股構成陰影 加上比較近香港的上映指數 不覺不覺又跌下跌下跌下跌一天 跌一天又一天 已經慢慢形成一個下跌的通道 為甚麼下跌通道不是奇形呢 因為在前浪頂座之前出現煤軟 前浪頂之前一個調整 當然不能夠對調整調以輕心 所以暫時當作下跌通道 在不同因素配合之下 或者拖累之下 恒生指數繼續調整的機會不小 只不過是否會跌很多呢 初步來說應該不太相似 因為分為點題的四季節 資產有價 資產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內地的資金 以至香港的資金 好像覺得香港的資產仍然有它的價值 首先說內地 為甚麼內地人會覺得 可能和人民幣的走勢有關 人幣始終繼續弱勢 看到了 一直都跌了 很久跌了 一直滑下去 近來見過6.7這個低位 6.7就是2010年11月的低位 在人幣價不斷跌的情況下 可能部分內地資金 就來香港賣東西 香港資產 一來價值便宜 二來就不會有匯率的風險 反而有機會賺回率 又賺價 所以內地資金不斷賣 本港資產 近來 剛才成了一個商下 四十多億 而過去八個月 據統計 中資用三百多億 來賣香港的商下 除了買商下之外 港股也是購買的其中目標 所以 港股通額越用越多 已經超過二千億 佔總額的八成 換句話來講 內地資金不斷賣港股 覺得香港的資產是有價值的 除了內地資金不斷賣港股的價值之外 香港人好像都慢慢開始覺得是 至少樓市方面 是這樣的現象 近來新盤 不錯的 而且有地產商還說加價 與此同時 有大行 終於有大行出來搶好樓市 預期年底可能會回升幾個% 今年全年來計 換言之 連香港人好像都覺得 香港的資產有分跌價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港股雖然有調整壓力 但相信 暫時來看 未必會跌很多 相信 在21351 這個商底頸線的 重要支持位置之前 應該可以守一守 好了 時間關系了 九分息 大約這麼多 多謝大家